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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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时候便没有设想到 就是说今天会从这样的专业 或者就是说做这帮帮的研究 那个时候就一直还蛮想学经济学的 小时候就感觉特长成为一个 就是那种与企业家伙 就感觉好像似乎就只有学经济学才 你才能朝那个方向走 我的人生有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 可能就让我改变了我原来可能 所设定的决定 我去听了一个讲座 他们的那个 presentation 里面会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未来这种通信的模式的样子 以及人们的这种生活的 可能的模样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我觉得当时特别有趣 就非常我就觉得这种太不可思议 就感觉想参与到 那样的概念的一些工作中去 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就是在大学第一年结束了以后 它会让你每个院里边 就是可能是top多少的学生 可以有机会再去自主的选择 你所感兴趣的专业 然后刚好我就很抽巧 我就利用了那样的机会 就转去了就是学习像 和Communication 和Electric Engineering相关的一些 就相关的专业 到现在我也觉得那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你只有在尝试不同的事情以后 然后你才能找得到说 你最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我爸妈就是并不是 并不是很干预说 你到底要选择从事什么样的专业 我爸就是那种很支持你去干 然后他也知道就是说这样干这样做 可能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 他就说只有你自己摔倒过痛过 你才有经验教训 理工科的学校女生也会比较少 就相对于男生来说比较少 班级里边如果是男生比较居多 女生比较居少的话 就是可能女生实际上就会比较受保护 最保护的前提之下 他已经把你的性别角色 已经去大于你的个人的角色了 对吧 他实际上已经去承认说 你是一个弱势 你相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了 并不是说国外 他就已经把男女很平等地去对待 我承认说他们在改善这方面 已经做得也挺好 但国内呢也不是说完全不平等 大部分大众的思维还是认为 女生回归家庭 应该以家庭为主 她们不相信一个成功的女性 能有一个成功的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就我姑妈前院长说过 就说一个女孩子 还是早点安定下来比较好 会比较担忧啊什么的 现在中国成功的女性也会越来越多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你也得有一个你独立于其他人的意志 这种意志就是说你不受你的丈夫 不受你的任何事情的干扰 任何人的干扰 我们自我解放了 然后我们才能期待说 我们真正的最后 也从整个社会的舆论中去解放出来 过去二十多年的日都成长在国内 如果是我有那个影响力的话 我希望先从改变我自己国家的那些人 我不晓得就是我到底影响的她们有多少 和我的女性朋友待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时候可能会给她们一些比较积极的建议吧 现在这种状况在慢慢慢慢的提高 还需要一些时间和女性更为坚强的意志去做这样的改变 其实实际上是很难 就包括我自己也很难 你只要不要放弃那个 那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无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少渐进 多少波动 多少波浪 你只要知道你要最终去哪 然后就够了